从全职猎人开始成为无上意志 第一章 开局就撞见疯子 莫里托尼奥 快走吧 我们还要准备演出 他 好像还有气 有彼岸大陆的北方 地理位置在有颗新东北角 在通往被誉为想勒之都格拉姆加兰斯的途中 一个倒地流血的少年 让马戏团的车队停了下来 身为团长的尼奥 蹲下身子 不顾团员们的阻止 走到少年面前检查了一下状况 少年 你还能说话吗 这里距格拉姆还有一段距离 听说附近一带也很混乱 这小子 该不会是被强盗或山贼之类的 给袭击了吧 面对老者的问询 躺在血泊中的少年 动了一下手指 团长见状 轻声道 我叫莫里托尼奥 一位旅行艺人 你呢 血水中的红发少年 僵硬地扭动了一下脖子 露出一张灵脚分明 五官却有些妖魅气质的脸蛋 用着声不可闻的动静 嘻喃着 吸 锁 吸锁 我知道了 团长点了点头 伸手将受伤的少年抱了起来 车队内的团员健壮 军队团长的这个决定 感到不满意 甚至看向吸锁的眼神 也十分不善 唯独 有一个人例外 那是一个看起来和吸锁年龄相差不大的少年 一头黑色板寸 脸颊长有点点鹊斑 他盯着团长怀中的吸锁 眼神惊巨 像是看见了什么毒蛇猛兽一般 竟然是他 秦锋喉咙不由自主地滚动了一下 发生在眼前的一幕 让他脑海中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秦锋是他上辈子的名字 这一世他叫龙 他是一个穿越者 刚魂穿过来不到半个月 一睁眼 人就已经在这个马戏团了 同时 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 他也知道 自己来到了猎人的世界 全职猎人 一部他上辈子十分喜欢的经典动漫 不过 他也没有多想 能够重生 总归是好的 而且 作为一名穿越者 他对全职的剧情十分熟悉 这个世界危险至极 但普通人想要安然度过一生 难度也不大 虽然现在的他 仅仅只是一个马戏团的成员 过着流浪的生活 但利用先知的剧情信息 起码能让他在未来 比普通人的成就要高一些 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 努力修炼 争取早点成为猎人 但眼前始料未及的情景 让龙感到不适 随着西索的到来 陈锋的记忆也被打开 他所在的马戏团 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游艺人 也不是一伙寻常的艺术家 而是 造就了西索 这个变态和疯子的温床 这个故事 不是出自老贼的手笔 是上辈子另外一部 十分出名的动漫 也就是东京孙种的作者 为西索这个角色专门画的 也经过了 富坚老贼的概章和承认 因为这段剧情不属于猎人援助 所以 秦锋一直没放在心上 此时 西索的出现 让他意识到 问题有点大 竟然和他 龙的心中五味杂陈 唯一值得安慰的 就是西索这个家伙 还不是念能力者 没后事那么可怕 龙 你照顾他一下 好死不死 团长抱着西索朝他走了过来 吩咐道 是 龙虽然不情愿 但只能照做 他接过西索 将他抬进了马车 路边捡到一个人 对众人而言 仅是一个小插曲 顶多与团长争论几句 然后车队 就再次奔往此行的目的地 这个马戏团 我记得 团长似乎也是一名念能力者 而且还是一个连环杀手 在有彼安大陆很有名 最后死在了西索手上 西索的念能力 轻薄的假象 也算是跟莫里托尼奥学的 车厢内 龙用毛巾沾着水 帮西索把染血的衣服脱掉 接着擦拭其身体 他的心思却放在了团长身上 原本 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马戏团 只要攒够了资金 再打好基础 自己便找个由头离开 没想到 龙眯着眼睛 印象里 团长似乎会教每一位成员修行念力 可惜的是 只有一个女孩阿巴奇学会了 其余人都没有这个资质 龙有些忐忑 他不晓得自己能否修成念 念是衡量一个猎人强大与否的关键 只有成为念能力者 才是真正意义上跨进了猎人的门槛 他这具前身 加入这个马戏团也才几个月而已 比西索早不了多少 他是一个流浪者 被捡来的 境遇和西索差不多 目前为止 团长还没有传教他修行念的意思 西索 一念至此 龙低头看着身旁处于昏迷的少年 内心闪过一个邪恶的想法 如果 如果他现在将西索杀了 那是不是 大名鼎鼎的果农 就提前退场了 也没后续那么多乱子了 不行 这家伙可是主角之一 他要是死了 剧情线也会混乱和改变 自己唯一的优势 也就没了 再者 目前自己和他的关系 就是陌生人 没有杀他的理由和必要 很快 龙就否定了这个念头 恭喜宿主 正是与剧情角色产生交际 你的成长之路已经开启 请努力成为此间的无上意志吧 宿主母版已经见当 正在加载辅助功能 突兀 一阵机械般的声音响彻脑海 让龙一震 他的眼前随即幻化出的一块虚拟屏幕 呈现出了一个数据面板 是他个人的身体属性 还有成长方向 1. 龙神情一喜 个人数值 无非是让他对自己的实力 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但最实用的 却是系统的辅助功能 详细的介绍并提供了许多 以他目前的状况 最为适用的训练方式和手段 还有成长方向的建议等 这样一来 能让他少走许多外路 有点线上导师的意思 比方说 他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 首先要做的就是强化肉体 锻炼体术 增加实战经验等 而系统正好列出了一份训练计划 以及可修行的法门 大多都是国术 这个系统的资料库 是以我前世的经历来储备的知识吗 龙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选择相信大数据 毕竟 有智能人工辅佐 总好过自己一个人摸着石头过河 呵 这时一个笑声让龙惊醒 低头一看 却发现躺在车上的西索 不知何时已经睁开了眼睛 狭长的眼缝中 闪烁着让人捉摸不定的光芒 龙之所以吃惊 是怕西索看到自己的系统荧幕 但顾虑很快就被打消了 他发现西索似乎看不见面板 你这么一直盯着我 会不会有些不太礼貌 西索似笑非笑 语气略带玩味 龙反应过来 明白是对方误会了 碍于视线角度的关系 他实际上一直在看系统面板 但在西索眼里 从他醒来 这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黑发小子 就一直在瞅着自己 也不说话 作为照顾你的恩人 你首先应该表示一下感谢吧 被西索的眼光盯着 龙镇定了一下心神 同样拐弯抹角地讥讽道 你想我怎么感谢 西索嘴角翘起一个弧度 刘海下的眸子 抑郁不明 这个人情先记着 等我想到了再说 龙说完 将手巾毫不留情地甩在了他身上 既然已经醒了 就自己擦吧 说完 转身就要从车上跳下去 余光瞥了一眼车厢外的众人 淡淡道 提醒你一下 这个马戏团的状况并不好 对于团长又随便从路边捡来的一条野狗 无疑是在增加团内的负担 你想要在团里待下去 尽量和他们搞好关系 你还 真是 绝情呢 西索见龙说 不管就不管自己 轻轻叹了口气 则 龙则了一声 他果然和西索 这个人合不来 也没什么好感 这么小的年纪 就已经能从神态中看出后世变态的影子了 接着 龙便跳出车厢 西索强撑起手臂 用湿漉漉的毛巾打理着身子 然后 单手煮着下巴 眼睛透过箱门 扫视着团内每一个人的身影 仿佛是在审视 观察 又像是在收集着什么 本章完 以上内容来自网站 六九书八 完结小说 从全职猎人开始成为无上意志 作者 烙锅馒头 更新时间 2024年8月14日 这本小说有大约190万字 本视频是该小说第一章内容 欢迎大家评论 而且电子书视频作者还翻译制作了英文版哦